歡迎收看《浪漫Duke》 《浪漫Duke》 帶你找到屬於你的浪漫 那有看到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我認識十年的一個女性朋友 我不太敢跟她告白 哎呀 各位觀眾 這就是標準的十年工具人 但各位觀眾不要慌張 你們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分享《浪漫Duke》 保證教你們怎麼處理這種問題 可以有什麼樣的策略 因為就是畢竟我 我剛認識十年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嗯 有什麼機會可以讓我跟她告白 讓Duke這麼說一句吧 基本上你已經死了 我宣判你死刑 等一下Duke會打電話給樂咖喜歡的女生 跟他說樂咖遇到意外了 通常啊 尤其是這種有十年感情的好朋友 倒在路邊的時候 會非常慌張 想到說 哇哦 樂咖這十年跟我的感情到底是怎麼辦 這個時候他就會想到 哇 原來樂咖隊友的生命有這麼重要 這時候 最浪漫最關鍵的時候就要到了 我就可以跟他告白對不對 你閉嘴 趕好 我們這種浪漫的人 是絕對不會主動出手 我們一定是讓人家跟我們告白 懂嗎 樂咖 你要讓他跟你告白 講個面 讓他跟你告白 讓他跟我告白 各位觀眾 學會了嗎 記得訂閱 浪漫channel 你主角到了 你主角到了 簡證浪漫的時候 他怎麼回事啊 不是啊 你們叫救護車 對我們到的時候 他已經是這樣了 不是啊 你們救護車叫了沒啊 有沒有什麼想要對他說的話呢 想想你們十年的感情 你們報警了嗎 報警 為什麼 沒有啊 不用報警 幹嘛報警 你想想你要對他說什麼 沒有啊 你先想 你先想 你要跟他說什麼話呢 他只喜歡你啦 他只喜歡你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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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找我們 他什麼玩笑 呃 呃 你看 這個一如死水的感情啊 經過浪漫duke的激化以後 擦出了星星的火花 各位不要看火花小小的 星星之火 足以燎原